欢迎收看9月25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芳琪 马上来看今天的新闻终点 新北市议员陈永福认为 要解决祥和路左转安民街133项回读问题 应该要强化车辆分流的告知和提醒 北京社区发展协会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每周三下午都会举办基耐力课程 帮助长辈延缓老化 新北市政府和市议会 携手合作的敬老现役搁载系活动 开放免费锁票 将在10月5号登场开演 10月1号起流感新冠疫苗同步开放接种 今年全台还会有约74家全联设置接种站 今天的狼书伟图腰墙 要播出的是松鼠的橡树果子 新店祥和路每到了下班 见风时间经常会有大量车流 要左转安民街133项 导致车流回堵 虽然日前会刊已经提出会以偏心事左转来改善 但是新北市议员陈永福表示 应该要更全面性的考量与规划 建议要在中安大桥上强化分流提醒 让安坑地区的居民回家之路可以更方便与安全 为了解决新店祥和路与安民街133项车流回堵问题 新北市议员陈永福召集了 新北市交通局与新店区公所等单位进行研议 新北市议员陈永福表示 先前会刊时提出将以偏心事左转 改善路口车流占用直走主车道 他认为除此之外 应该在车流进入祥和路前就先提前分流 强化分流的告知与宣导 依照之前会看以后我也一直在思考 那这可能是解决一小部分的问题 要解决整个区域性交通的问题 应该是要从中安大桥开始告知驾驶人 如何去分流才能够解决133项左转 跟吉安街左转的问题 经过讨论新北市交通局表示 将在中安大桥下桥闸道前的门架上 加设标志提醒提前疏导车流 减少祥和路在安明街133项和吉安街口的车辆回堵 新北市议员陈永福也呼吁居民打破用路民思 多多借由安和路安明街回家之路反而会更快 同时不会造成祥和路的回堵一举两得 如果说从中安大桥开始分流 驾驶人如果从中安桥过来走安和路的平面道路 第一个就是节省自己回家的时间 第二个就是不会造成立野山坡这些居民 从祥和路要回家的回堵的问题都会减少许多 那这就是解决立野山坡居民回家的时间 也解决我们安和路周边这些居民回家的时间 一举两得 议员陈永福指出 安坑轻轨建设完成后 人口进驻和发展大幅成长 交通的规划势必要能够滚动式的调整 并且彻底归根的解决问题 让安坑地区民众出入和回家都可以更安全更方便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新店区北新社区发展协会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每周三下午都会举办肌耐力课程 透过弹力带弹力球进行简单的运动 借此强化长者的核心肌群与四肢肌肉 减少意外跌倒的风险 长辈都说经过训练之后 身体状况有了显著改善 像是双手就更有力了 为了增进长者的体能与健康 新店区北新社区发展协会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每周三下午都会举办肌耐力课程 北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温宇梅表示 随着年龄增长会造成肌肉流失 肌力下降 容易导致跌倒或是行动不变 所以据点就特别针对长者设计了肌耐力课程 帮助他们维护身体机能 肌耐力每个人都很需要 脚是我们第二个的寻长 脚不好的话走不出去 走不出去的话我们的肌肉就会流失 然后肌扫症就会来了 所以说不管年轻老的脚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这边有多因化的一些课程 肌耐力课程主要是透过简单有效的运动 增强长者的核心肌群与四肢肌肉 不仅能改善长者的平衡感和灵活度 减少意外跌倒的风险 也帮助他们达到抗老化的功效 提升生活品质 让我们用瑜伽球弹力带 就是训练学员的肌肉 今天的球就是抓握 抓握 训练功劳肌 那弹力带呢 训练腿 腿大腿外斩肌 藉由这两个教材来训练 在这个关怀据点 很多长辈都已经八九十岁 甚至还有百岁人瑞 像是九十一岁的林奶奶 每个礼拜都会到据点来跟大家一起动一动 虽然上了年纪 但做起运动一点都不马虎 参加课程的长辈都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 身体状况有了显著改善 像是走路变得更稳健 日常生活也更加轻松和顺利 生活品质因此大大提升 我们增加了很多的激励 不会说连盖子都开不开 我们现在做了 我们可以延缓我们的老化 增强我们的耐力之外 也让我们的生活增加了很多乐趣 其实很进步 很高兴 快乐大家庭 沃玉梅理事长强调 北新社区发展协会将会持续推动 健康促进课程 也希望有更多的长者参与 让自己的饮法生活更加充实健康 记者陈平正门齐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市政府与市议会 攜手共演敬老现役歌仔戏 今年将于10月5号登场开演 在活动宣传记者会上 议员们身穿歌仔戏服 演出精彩桥段 同时公布了演出巨马为 爱相随下一站幸福 即日起开放免费锁票 欢迎民众前往观赏 为了欢庆重阳佳节并传承戏曲文化 新北市政府攜手师议会 举办敬老现役歌仔戏活动 将于10月5号登场开演 在活动宣传记者会上 议员们身穿歌仔戏服 演出精彩桥段 新北市副市长朱涕之 也揭晓了今年演出的巨马 爱相随下一站幸福 今年是由我们获得112年文化贡献奖 我们的美静老师特别编剧 来提出了一个爱相随 下一站幸福的歌仔戏 那会借由剧中的一个人物 告诉我们人生虽然经历 会有一些重大的转折跟波折 但是我们都会把握当下 让下一站更幸福 新北市议员刘美芳 戴湘怡及吕家凯等人 以歌仔戏的扮相 分别扮演了麻姑财神洗神 表演神仙夏凡来看戏 现身在捷运站 果真吸引了不少民众乘客的目光 议员们表示 在练习的过程中真的很不简单 光是台词就让他们觉得 比直询还要困难 我在看他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像湘怡啊 家凯啊 他们在练习的时候呢 真的都很努力 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讲 讲台语算平常都会用 但是呢 那这支歌仔戏的台语词调 还有一些内容 跟我们平常讲的台语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 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会觉得说 其实义员也有可爱的地方 老师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教 因为发现连一个字 就很简单的字都发音错误 然后一上台 老师一念那个台词 我其实基本上就马上忘功功了 就是还要有动作啊 然后还要寄到那个台语的台词啊 还要寄那个顺序啊等等的 所以其实是蛮困难的 就比议会在咨询还要难很多很多 敬老先议歌仔戏活动 直到今年为辅会 第十一次携手共演 将在十月五号晚上七点 在新北市府六楼大礼堂开演 民众可以到市府一楼服务台 新北市艺文中心B1服务台 以及新庄文化艺文中心服务台 免费锁票 发完为止 欢迎市民朋友休旧来看戏 记者养帮友 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十月一号除了流感疫苗 另外新冠疫苗也将同步开放接种 而且呢 今年全台约有74家全联 两家大润发设置站点 提供民众有更多接种的选择 而疾管署呼吁 符合公费接种资格的民众 在开打后紧速预约接种 远离新冠和流感的威胁 十月一号除了流感疫苗 另外新冠疫苗也同步开放接种 疾管署呼吁 按时接种疫苗是预防新冠肺炎 以及流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呼吁符合公费接种资格的民众 在开打后尽速预约接种 施打部位为左流右心 左手接种流感疫苗 右手接种新冠疫苗 一次完成两种疫苗接种 保护自己远离新冠流感威胁 健康安心过秋冬 此外 今年除了合约医疗院所可接种外 为了让民众接种疫苗更便利 疾管署持续与全联公司合作 除了在全联福利中心门市设立接种站 同时再增加大润发卖场 并同样提供前100位接种民众健康力 因此全台共有约74家全联 两家大润发射站点 提供民众有更多接种选择 详细接种资讯可参考各门市公告 而相关资讯可以到疾管署全球资讯网 或拨打国内免付费防疫专线1922洽询 了解更多接种资讯 记者身边这本期新店采访报道 广告后是狼师位涂鸦墙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喜欢记录生活 分享生活吗 Channel 3公用频道提供您一个最佳的平台 今天的狼师位涂鸦墙单元 要播出的是松鼠的橡树果子 一起来看这个故事 要教我们什么做人处事的道理 松鼠小白很喜欢跟朋友们一起玩游戏 但由于它长得很普通 也不像小花体能那么好 所以其实没有太多人注意到它 直到它很聪明地想到一个点子 就是拿出自己的橡树果子跟大家分享 这方法果然有效 这种快乐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冬天即将来临 小白 今天的点心呢 对不起 全都吃光了 好可惜哦 那我们今天要玩什么游戏 我跟你说哦 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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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新歌了耶 等等哦 我也要听 我也要听 冬天悄悄的到了 但小白家里储存的橡树果子 早就被吃光了 有些人习惯用物质与金钱来交朋友 一伙人每天热热闹闹 开开心心地吃喝玩乐 但这些会是真正的朋友吗 别傻了 他们只是吸血的寄生虫罢了 接着来看宝贝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半网路找大心电宽评 有线电视用户专属优惠价 每月只要488元 在想申办毫礼 详情请洽客服人员 2917 3939 大心电监控防护2.0 AI人像辨识及时告紧 为您顾家顾点都安心 在想窃盗损失补偿险 每年最高36万元 速价2917 3939 未配合交通部推动机车驾训补助政策 鼓励民众参加驾驶训练 培养正确驾驶习习惯与观念 以降低机车违规与肇事伤亡 机车上驾训补助1300元 公费流感疫苗分两阶段施打 第一阶段从10月1号起 第二阶段从11月1号起 请符合接种条件的对象 前往卫生所或是合约医疗院所接种 新北巡回运动指导 即日起至113年10月 只开放申请额满为止 新北市29个行政区需纠满25人 并提供适当运动场地 将有具专业运动指导证照的教练 提供免费运动指导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 都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兴店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芳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